千禧年代 葉冠林 大年初四的賭場又來到千禧年代的時間 現在上午8點06分 外面溫度16度 相對收度71分 黃色火張牙驗警告現性生效 表示火張牙驗性破高 今早千禧年代的直播室 被過往熱鬧一點 請來兩位嘉賓和我們一起做節目 今天請來兩位區議員 跟我們談談話題 之前政府說希望十八區每個區 都給予一億來做一些重點項目 究竟區議員有甚麼想法 這個方向是否好的方向呢 請來兩位區議員分別 有大埔區區議員羅信全 以及西貢區區議員何文傑 兩位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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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請兩位先跟街坊擺個連 一場來到直播室 先請羅信全 好嗎 各位港大的香港市民 大家好 祝大家在整年身臟力見 最緊要就是香港和諧 經濟繁榮 好 何文傑呢 那麼很多納稅人加班 我祝各位納稅就回到 risque 稅稅就平安 加完稅就盡量都更有稗 那麼大家都加進去幸福 嗯 好啦 聽到了兩個小時後 這不如我們現在開始說 今天的話題 今天特別關注到呢 就是剛才提到 18區每區拿一億出來 但是早前呢 很多香港市民 都可能留意到一個新聞 就說到呢 以前區議會裡面有一些地標出來的 地標出來 有一些有人爭 有些人談,大家關注到區議員花錢 大家都會覺得一定要用得其所才好 現在又再提到用一億來做重點項目 大家就更加把目光注視著 大埔區和西埔區我都知道有些想法出來 特別在大埔區那邊羅信泉自己有個建議 不如先聽羅信泉你講一下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把一大埔區有一個獨特的地點 還有一個有幾段跟歷史有關的背景 大家都知道大埔有個套路海 套路海是三面幻山的 東面是向著馬安山 亦都是每天日出照射入套路港的唯一點 我就提出在這裏打造成一個類似小西湖 那怎樣做呢 由於大埔那個袁州仔本身是一個小島 是套路海裏的小島 因應在七十年代的尾期 和八十年代的初期 要發展大埔新市鎮 那就是填海的 變成以今天的廣福村的橫福縣 將廣州仔這個小島和陸地相連 廣州仔這個歷史的背景 就是在當年我們內地新種國成立之後 就很多海陸峰一帶的移民 就遷徵到廣州仔這裏墜居 那又在這裏呢 根據大埔的記載呢 就是1966年就開始有龍舟競道競道 競道這東西 那在大埔的圓州仔同時呢 都是所有我們香港 每年龍舟競賽呢 的發源地來的 即是次祖來的這樣 那在這裏打造成一個 龍舟資料館 那令到那些人可以知道龍舟這個故事 由戰國時期到現在 那另一個呢 就是將在晚清 即是江水皇帝24年的時候呢 就跟英國簽了新界租墓條約的 是1998年 簽了之後的第二年呢 就英軍就登陸在大埔 就遇到當時的新界人的強力抵抗的 抵抗之後呢 英國就找了一些炮艇力 那最後就強行登陸成功了 那我這段這樣的歷史呢 那也都去仿製一架 英軍當年的炮艇 嗯 在岸邊那裡 等於今天我們在那個西灣河那個 那個 那個梁洪消防船的展覽 這類這樣的模式的 嗯 那在大埔呢有另一個獨特的 就說 我們有一個白仙嶺 那白仙也叫做一個民間故事來的 那我們就 做白仙的雕塑 在我們現在的燃州仔公園的廣場那裏 做這個雕塑 那將白仙的故事呢 就 沿沿流暢繼續流傳下去的 嗯 還有在岸邊呢 好過現在我們那個燃州仔公園呢 就 任何事件都是很靜的 是沒有什麽人去到那裏走啊玩 一大家去到大埔 大家就想到海濱公園 是 對鬼塔 嗯 沒有人知道 忽略了隔離那個 遠州仔公園的歷史和背景的 嗯 那那裏呢就在每年的龍州競賽呢 都在那裏 進行點睛意識的 嗯 那裏也都是龍州的發言地 那就可以在那裏 岸邊呢 建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呢 就成為一個 可以表演的場地 那一類為大埔那個 演出場地的不足呢 提供多一個戶外 另一類的表演場地的 嗯 那這個場地呢 就開放可以給一些 熱愛藝術啊 或者創意的人 可以在那裏 日後他們可以做演出也好 因為那裏已經提供了一個地理環境的 是 所以我提出一個叫做 打造一個 吐露港廣場 嗯 那剛才聽到其實 我歸納出來應該有四個建議來的 是 是一個 龍州資料館 跟著一個仿真的英軍藍石 是 另外有八仙的雕塑 再加上元州體表演場地 是 四個 四個加上要多少錢呢 加上我自己 你知道這些這樣的 建築的東西 是嗎 我們大家都不熟 那我粗略估計呢 大概都應該是三千至四千左右 哦 三千至四千做完四個了 四個 因為它本身已經形成在這裏了 只不過大家沒有去怎樣去 用了這個園州仔公園 嗯 那裏的環境是相當漂亮的 每天 你說要建龍州資料館那些應該不便宜 整個房 房 英軍藍那些應該不便宜的 那些就 我都說 之前我說了 建築的東西 所以我估計是三千到四千 那如果加上顧問 加上應該就五千萬左右 就是這樣 嗯 但是大家會關注到 就是龍州資料館到時候會有什麼看的呢 譬如那些房英藍石啊 另外那個八仙雕塑 弄出來是不是真的漂亮的 大家會很關注的 這件事起碼呢 你在一個 你可以帶動了大埔的本土經濟 嗯 你亦都可以 帶動了一個 譬如 呃 遊客到了 等於我們現在澳門那個 海之旅啦 嗯 新加坡那個 仁尼斯 呃 斯綿二身那個 嗯 那都是 在岸邊這樣做了雕塑 遊客都會去參觀的 嗯 那你還說 將本身放在那裏的東西 你將它活化得出來 再添置一些東西下去 那我覺得這個構思都 應該都有 有得 可以發展的 有得想的 但是啊 這些構思是來自你自己啊 還是跟那些居民談出來啊 還是怎樣呢 這個呢 其實這個構思就是在 呃 一 在 08年開始有個 1500萬個地區設施那裏 嗯 那我曾經都想過 那一看出來 那些人說 如果你做個八仙雕塑 可能 未必 夠 那麼其他東西就做不了了 所以 沒有夠錢 對啦 所以就一路都沒有再提 那麼 直至今次政府可以說 可以每區給到一億的 那這樣 既然這樣 有些人說 你可以提提你的八仙 那這樣 有些議員這樣說 那麼我們都覺得 這個也是不錯的 那麼 這個八仙 就不是說 為了我自己的區 為了整個大埔 也都是為了整個香港的旅遊業 那本土經濟 對嗎 也都想到大埔那個演出場地是不足的 我們的社區中心 或者物議中心 是經常可以幫到家 所以想到這個教師去利用那個環境 去營造一個獨特的舞台 所以就有圓周仔表演場地的看法 但是關鍵呢 就是雕塑這件事 要做得很難的 真的 你之前見很多十八驅告 都說 深井不如做一隻我啦 那可能出發點是好的 以元氣的動機 我覺得大家都會很讚賞 都是想為街坊做事 但有時做這些事 就怕眼睛瘦低 有時打算做到這個效果 但是出來 又可能另一回事 如果真的做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是怎樣去做 怎樣跟藝術家去合作 那樣東西呢 我想這些我們一定要有個資料搜集 是吧 然後再談過多次的溝通 即等於 你每個劇本你都不可以 或立即就可以寫得到 是 都要經過和這篇劇 實際的了解 然後出來再修改 是吧 然後再深化研究了 根據些甚麼 甚麼朝代呀 背景呀 怎樣去做 簡單來說這個你提的方案 有多少個市民支持你呢 暫時知道 你有沒有這方面的掌握呢 暫時呢 自從我提出了之後呢 我都跟街坊呀 甚至出席一些團體的活動的時候 我都有公開這樣說出來 那大家 初步給的都說 不錯這個教師 幾好呀 都是一個這樣的反應 證明都是一些街坊 你所見 硬見的街坊 即沒有具體做些甚麼問卷 民意調查 沒有了 暫時沒有 有事 嗯 好了 今天了解完這個大埔區 羅順泉議員就有這個提發 另外 不如大家看看 今天另外的嘉賓上來 西貢區的情況 西貢區就有 何文傑在這裏 但是就 你的想法 就跟現在區裏面的主流方案 可能有些不同 因為我就見到 西貢區的區議會主席就有個想法 就不如整好一些碼頭 等可以連接好一些景點 西貢有很多 可能有些島 但是可以搭船 就方便去欣賞景點 何文傑是來自將軍澳那邊的選區的 你怎樣看整個想法 其實西貢行政區也很大 由這個 就是教育公園 直接去到將軍澳 幾十萬人住的新市場 那我們知道這個地方 叫做兩點工程的計劃 都只不過是幾個星期的事 那究竟怎樣可以這麼快 做到一個決定 做些什麼呢 我就認為 似乎應該更加需要去諮詢市民 因為你下區 最近幾十月八年 跟街坊大招呼 那街坊就說 哇我們有一億了 西貢 我們來做些什麼 解決些什麼問題 那 其實現在就說 每個區要很快定 工程具體的目標是什麼 似乎就比較難 但是如果你說 想追溯一下有什麼 地區關注的問題 其實都有即可尋 譬如可以看一下 區議會 過去有沒有議員提出的動議 在區議會獲得 大部分議員同意的 這樣 有些工程可能 也都是一路 吹速政府去做 但是政府又拖著拖著 這樣 那能否有機會 去用這個資源 去解決那些問題呢 那 但是我自己看回過去 就是說 一些離島的碼頭重建 似乎 不是我們西貢區議會 過去 主流的 討論的項目 最少 就沒有什麼見到 有議員動議 通過了 說重建那兩個碼頭 沒見過 真的以為 是啊 突然間出來 有這個資源就突然出來 說 用了這個資源去重建碼頭 那似乎就要解釋 就是現在的碼頭 是不是不能用呢 重建之後 是帶來了什麼的改變 什麼的船隻方便了 什麼船隻 是用得好一些呢 更加重要的是 整個 就是西貢區 講的四十幾萬人口 好 究竟我們這個額外資源 是不是可以更加有效 去針對我們社區的一些問題 去提出一些 部門與部門之間做不到的 我們區議會扮演這個角色 去解決那些問題 嗯 我們電話1723 118723 各位聽眾一起加入討論 這個區議會 怎樣使它一億 現在這個方案 是做得好不好 都只是談一下 18723 剛剛 何文傑就提到西貢區的情況 現在就有些議員 就提出就說做碼頭 那你就有提出了部份的質疑 包括是不是 即是吸納到充足的民意 是不是突然間彈出來 那但是對於市民來說 都可能是在方案之間選擇的 那除了現在這個碼頭方案之外 區議會除了沒有其他方案 訂出來的呢 我自己就沒有一個很熟義的方案 不過我很多同事 在將軍路都提出 比如說 我們新市鎮那邊 有很多城市的規劃 嗯 譬如我們有一些行人上蓋的 系統的連接 商場與商場之間 又有天人天橋的連接 那但是呢 在不同地段發展的時間表不同 嗯 也都規劃的時候 這個可能是政府部門 另一個可能是私人發展商 那在一些地盤和地盤之間 那些行人上蓋系統 就有一些我們叫做斷截和寵的情況 嗯 即逛一逛可能你要擔一擔遮 10米8米而已 那又要進入另一條村的行人上蓋 那我們叫做這個missing link 可不可以透過這個計劃 就將一些斷截和寵的這些行人上蓋系統 一次過去鋪陳去連接在你 那就是我們新市場的居民 拔到很高 那但是下樓就很方便 就是你要去哪個商場 去港鐵站 哪個站 全部都接通了 那就是 都是一個便民的做法 嗯 但是對於西貢的居民就會想 那你弄那些 將軍澳的行人的行人通道那些上蓋 那我沒有了碼頭 他又怕 會不會這裏其實都見到一些矛盾呢 特別是在大的區議會的選區裏面 我講就是福原 福地比較大的 即西貢就屬於是行政局 十八大行政區裏面 面積大的一個選區 就是我們經常講笑 我們將軍澳搭車 到西貢市中心 其實已經去到深水埗了 距離 時間距離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 因為同一個行政區的問題 很多政府的政策很僵化的 譬如二十萬人口 就是一個泳池這樣計算 那西貢就說 就是 可民主就說 我們夠了 因為一個在將軍澳 一個在西貢市中心 嗯 但是人流其實三十多萬人 就集中在將軍澳 那將軍澳唯一一個泳池 也是全港使用率最高的泳池來的 就是夏天那些人在門口排隊 有一個人入才 有一個人出才可以進去的 嗯 那這些問題就是 政府部門其實在那個系統底下沒有去處理到的 那能否在額外的資源底下去考慮到呢 譬如有將軍澳同事建議 可以和學校合作啊 或者是 興建一些小規模的 室內泳池在將軍澳呢 那這些都是可以可研究的方案 嗯 至於你說西貢鄉郊那邊居民 其實是不是這麼同心合力 一致去想起重建的碼頭呢 似乎我也都見不到 嗯 很大的聲音 那我想最重要一點就是要諮詢市民 因為這個是一個對區議會 區議員一個很大的考驗 嗯 在過去呢 區議員我們習慣了一個叫leap service 口頭說而已 嗯 爭取到就成功爭取 爭取不到都叫做鴨 爭取過 那就取分了 但現在實實際際呢 真是擺一個資源給區議會去分配 那我們經常區議員說 沒有權啊 區議會有債吹水啊 那現在真真正正讓你們去分配 怎樣善用這些資源 怎樣展現到區議員都有能力去 提到民意去做一個好的決定 在過程裏面能夠引入更加多的市民的參與 持份者的討論 其實是一個 就是對區議會日後的發展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未成備 覺不覺得這一億呢 反而搞到區裏面分化了 大家爭取完了 我認為 就是政府推出這一億呢 太過闖全了 嗯 就是完全到今天為止都未講得清清楚楚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CY政府搞的金法局也是這樣 搞的地區議會也是這樣 那平時一個很簡單 你一個紅綠燈啊 轉後 轉一下位置啊 你都會 就是諮詢啊 區議員啊 討論很久啊 區議員都要落區啊 問回當區附近的人 那突然之間 司令報告就說有提出這個方案了 嗯 跟著很快都暫亂了 幾個月就說要搏出去做決定 那這個其實是對區議會來講 在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權力的一個下放的 嗯 因為過去我們講的 每一年我們每一個行政區 其實都是 羅導演都知道 我們都是千多二千萬這樣 那整個行政區去分工程啊 搞活動啊這樣 那現在突然之間有一億 那很具體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那是不是可以 就是 更加多的 就是參與才做決定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羅宣傳啊 韓文叫做太闖暑了 他覺得是不是呢 其實我覺得呢 這件事也是等於政府都講了幾年 我們區議員都是爭取了幾年 就說 沒有經常將區議會成為一個 叫做諮詢架構 嗯 可否有些少實質的 的決定呢 這樣 也都是 我入議會坐到現在多數十二年了 嗯 那都聽些同事都這樣講這個問題 那現在政府突然間就說 嗯 在08年開始就給了千五萬 那千五萬就是由我們區議遲機去發落 去決定去通過 這樣去做 那都在地區時候都有起了少少的作用的 那大家都覺得錢不夠 那現在政府突然間有了一億下來 那我個人就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叫下放呢 他都會逐之逐之下放下來 這些權力下來 那我亦都覺得是會有少少令到我們議員與議員之間呢 大家去爭奪這個資源的 嗯 那同時之間呢 亦都去考驗我們的議員 好了 我現在給了權利 或者給了錢你了 你怎樣去打你 你怎樣去管你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種挑戰 嗯 但剛才說過你坐了議會十年了 以前千五萬已經叫多了 你突然間說 是令飯開始有千五萬 對 已經算大件事了 這次突然間就 幾個 即是不太長時間之內 就要你們 處理一億的方案 會不會真的急了一些呢 其實 其實我就覺得 你 如果你用急來形容 你就覺得好像 不太適當 我覺得是 去看出目標而已 嗯 那 是在這一屆內 可能下一屆再有一億呢 嗯 都不定 這一億來你要在這一屆做出決定 就算那塊東西呢 是不會在這一屆的人期內完成 都不是問題的 嗯 以林鄭的解釋 然後你來一位處長的解釋呢 嗯 亦都是這樣說的 嗯 只要你定了 要怎樣做 那這塊錢就移流了 撥了出來 移流了 那 甚至到你下一屆 才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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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問題的 嗯 所以我覺得 你就不能夠用一個 叫做好闖著的決定 是的確有 因為怎樣剛剛 去思念報告趕出來 跟著就馬上去進行了 嗯 那這個也是 香港人的性格 我們每用東西都會快 香港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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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電話187231 187231 我們有聽眾朋友 想和我們一起聊一下 不如跟他們聊一下 之前有林先生在這裡 早安 林先生 早安 早安 林先生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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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很不知所謂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我們升上甲組的話 每年就有特定的資源 被拒絕隊去幫你們 去幫他們 去跟隨表現 但是當大埔升了班之後 是每年正常會被拒絕 去製造一堆球隊的 然後每一季就會 叫一百多十萬 去維持一堆球隊的經驗 那我想問 其實去做一些這樣的 地區發展 是否會被拒絕這樣的地標更加重要呢 其實現在是為了 你們的區的爭取的領域 更甚至就是說 提供一些足球運動的治癒 是被區裏面的小同 甚至變成人 那我想問 是否會來 是否被牽涉一些 所謂的博物館啊 所謂的地標 是來更加有場所 更加牽涉的呢 那羅宣傳怎麼看 這個問題呢 要這樣說的 因爲那個撥一億 然比那個地區的重點項目呢 它那個條例已經寫明了 你是地區的建設 和或者可以持續發展的項目來的 嗯 它有指定了這兩個方向 所以變成是其他 譬如你做道路 或者做田 或者做什麼 跟那些 那些 另一個 運輸 或者路政署的問題 嗯 但是波都可以屬於它那種 非工程項目啊 還有它最終要做的 不是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項目來的嗎 嗯 不是為了人的基本去做的嗎 我想問 提供一個運動 甚至是一個真心健康 是不是比長遠 去一個景點 更加長遠 更加伏劃 好些 提供到更加貼身的道路給市民的呢 你不要為了拿個一億去做一些這樣的 好像很標榜到你的區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是很不實際的想法 如果你是真的為了自民的福祉著想 是不是一些長遠的運動健康 比一些景點更加重要 你剛才很著重說一句 就是 爭取多些人去看 我想 去大埔區 其實 當大埔有比賽的時候 很多人會去大埔區旅遊去看球 那這些 譬如說 有本土的經濟發展 就是 用得長遠一點 不要為了一些 拿了一億 就說要建一些不實際的所謂的博物館 嗯 不如請一下 羅帥前回應一下 其實你可以去大埔足球隊 他滿年都有幕後的賺助人 背後都有賺助人 現在就是連年都說不夠錢 羅先生你知不知 我們知道 就算拿冠軍 也就是說 政府不肯提出這個資源 最好就降班 下山去月早 這樣就可以拿到政府的資源 這個就是政府提供的 其實他可以向政府的體育發展局 去申請資源 申請到就不會連連大埔足球隊出來喊 你們大埔區的球員 知不知道這件事 我都不是住大埔區 但是我留意球員 我都清楚過你 其實你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 他現在只不過是拿一億的裏面的不夠一成 那個一億的活本 已經有了一個指引在裏 其實大埔足球會 我想他給我們任何議員都很清楚 應該怎樣去申請這個一億 是事實上可以申請到呢 他都很清楚的 聽著新聞先 再見 自見更多遠 千禧現代 葉冠林 回到千禧現代的時間直播室 這裡我們請來了兩位嘉賓 有大埔區的區議員羅信泉 和西貢區的區議員何文傑 聊天就有關十八區 每區都說給一億做一個重點項目的 大家對於這個想法怎麼看呢 執行起來有沒有要注意的地方 大家有什麼想法都要打來談一下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 今次政府說做這個增加對區議會的撥款呢 其實就想提升區議會的職能的 特別就提到地區問題就地區解決 地區機遇就地區掌握 兩位覺得其實今次這個撥款計劃 能不能夠做到呢 怎樣呢 長遠來看會不會怕 拿完這一億之後 下次有區議會又打回原狀呢 何文傑 我覺得 其實政府沒有將整個資源充分有效運用 究竟是不是真的完整去提升區議會的職能 甚至乎真的長期會下放一些權力 或者資源的分配給區議會 其實是一個應該是完整的一個公開的諮詢和討論 幾年前進行一個地方行政的改革的討論 那之後就不了了之了 區議會呢 仍然是 仍然停留在一個諮詢組織的階段 我自己在1999年開始參選區議會 2003年在西洋區當選 一直做到現在 市民大眾覺得區議員就是 只是一個反映的意見的 沒有實際的調撥的權力 那就是很簡單 我們剛才說過行人上蓋 斷了幾米 那你都可能搞十年八年 你都看不到的 那單車鏡又是這樣的緣故 我都是部門與部門之間 處理不到的問題 區議會怎麼說也好 都解決不到 那但是究竟怎樣可以令到這些地區問題 能夠區議會的角色去扮演去處理呢 這次是一個很好的實驗的機會 那但是政府似乎就好像按急就張 很想就有一些工程出來 還要是亮點的 你看這個計劃的名字已經很有趣了 其實解決地方問題一定要亮點的嗎 就是這個亮點思維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批評的地方 就是地方問題往往就是 我們說很濕聲又可以 你說棉乾碎濕又可以 職區議員就是要處理這麼細微 大家就是落樓會遇到的問題 那落樓遇到的問題 往往就不是亮點來的 你做完可能都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這些就正正就是 部門伐略或者官僚體系裡面 處理不到的問題 但是政府好像我們今次這個亮點工程 我們說我提出要做一些諮詢工作 那問民政署有沒有資源可以做一些諮詢工作 那民政署已經很直接掛了 那雖然有兩億就預留做前期的工作 就是由民政總署去負責支付的 那麼多區分 對 兩億有十八區分 但是這兩億就不能夠用來做諮詢的 那很有趣了 那你區議會又要去決定 好像剛才有聽眾打來講 究竟搞足球好 還是有些區可能想搞籃球 有些區又想搞泳隊 那市民有很多意見的 那我們就算同意不同意 你都要聽 或者醞釀一些新的觀念出來 以往市民不知道你區議會有一億 可能他有很多意見 在心裡面有沒有說呢 如果一知道了 可能很多人提出了新的方案出來的 那有些可能很好可取的 那今天報紙又說我們西貢建少林寺 那少林寺可不可以有些東西配合西貢區去做一些東西去推廣這個中國文化呢 那這些東西就是民間參與其實就是應該要做的 但是區議會是沒有一個行政機關的 就是講了很多年 其實我們區議會的秘書處 其實就是民政處 區議會就沒有一個任何的獨立的行政機關 那秘書處獨立成為區議會的行政機關 其實這個已經是最重要的做了 就好像我們區議會想搞一個諮詢 那西貢區議會找什麼人去做諮詢呢 誰去下手下腳去做 是沒有的 民政處說不做就不做了 那如果區議會是每一個區議會有自己獨立的行政部門的 由區議會有一個預算和拼任的 那無論你是區議會的行政工作 諮詢工作 或者甚至一些地區的問題的研究工作 例如我們講張光澳堆填區的臭味問題 是 最後我們是找環保署 業環保署去找些錢 再外判外判 那找一些顧問公司去做臭味研究 那如果區議會是有些資源去直接去做這些行政工作的 已經可以自己去處理 研究臭味問題的 就是有沒有改善的方法 那這些行政的改革 其實更加比有個亮點工程重要 其實有些人又會問一個問題 剛才你提過說那些行人道上面那個蓋的問題 或者是斷辭和重 有些人就說 那其實應該區議會找回政府去做 督促他們做就行 不需要用自己過一億去做 其實現在區議會的角色呢 你會怎樣去看呢 很多時候我們香港政府的架構就很臃腫 一百零八個政府部門 那部門和部門之間 那些連接呢很頭痛 譬如我們 江光路區有個資專學院的教育局當年興建的 那旁邊呢 有一個康民處興建的圖書館體育館 那兩個都叫政府部門了其實 那但是中間呢 就是差有幾米的行人上蓋 就無處孤雲 那你要有 那你要有 有沒有找到雙方的部門呢 直接是區議會 在委員會裡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 就是處理了幾米的連接 那就說了 那整年 那開了很多次會 那都是左推右堂 又建築處又推 被康民處 康民處又推 又推給 支選學院 那搞來搞去都搞不定 那更加何況 你有一些政府部門和這個私人發展商的連接 那些又更加沒有對口 那其實 那區議會就 其實最好就可以扮演一個角色 如果你看看西 就是外國那些 就是 民主國家 那些市議會 都是普選出來的 嗯 但是你看看那些政綱 都是說 收下那些污水渠啊 嗯 啊 弄回那個攤殼啊 那但是 在這個過程呢 其實那個地方議會呢 是可以吸納市民去參與 就是你說美國市政那個 社區中心不重建 那你真是 就是外國的議會是會真是 有公開比賽啊 嗯 有什麼的 就是 預算啊 公開給別人去投標啊 那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市民是參與市政的興建 嗯 而不是說 就是純粹一個 就是用家的角度 而是一個參與者的角度 嗯 所以你怎麼看呢 未來區議會的角色 嗯 就是 其實政府提出這個 地區問題 地區解決啦 地區基義 地區把握啦 這個構思呢 這個願意是好的 嗯 但是呢 帶了出來之後 就會考驗到我們區議員 那個本身的素質 和怎樣去 諮詢 怎樣去 將民意歸納 之後 成為那件事 可以成真 那我也同意了 何文傑某 那些 剛才的論點啊 其實在政府呢 在地區裡面 我畢竟都坐了十二年了 在議會裡面 那麼 看到政府之後 很多部門呢 是分得太細的 甚至架床搭屋的 而有時候的鄉郊 那些呢 因為我區都有鄉郊 和私樓 鄉郊裡面 一條路邊 展草 就是另一個部門 然後貼著路邊 山邊 就是另一個部門 然後在山邊的人 亂拋垃圾呢 又不是食環處處理 又是地政處處理 嗯 所以變得很複雜的 一般市民未必會了解到 那麼 政府現在 說有了一些益出來 可能帶出一個問題呢 就地區上 就是 沒有說我們區議會的同事啦 甚至可能市民 都會有一些意見啦 就是正如剛才那位林先生 就說足球啦 那你支持了足球之後 你撥款給他 你會不會給網球呢 逼球呢 籃球呢 水球呢 水球呢 那就是 所有體育項目都離世 爭取這塊 大家去爭這塊資源 立南區搞三坑排球 對 那到時就帶動了整個那個叫做什麼 大家去爭奪戰 對 那區議會根本任 什麼都做不到 其實現在都是爭奪戰的 比如說 現在開始了 現在可以說 所以大家有他的支持者 接著你又提這個龍舟資料 大埔 大埔的冰箱球都很好 我們起碼有見國寶 冰箱球 兩位都住在大埔的 是不是 那他又提出議務球 大埔也有很多教練 那他們又來爭取的 嗯 那地區那個體育館啊 社區中心是不夠用的 那又要爭取了 嗯 所以我覺得 是 既去那個項目放在哪裏呢 我們就在那裏 去怎樣想辦法解決了 那時候才來 諮詢那些市民 嗯 譬如事件 有了個初刑了 就開始去諮詢市民 就各位 對市民公道些 嗯 最終是 你現在提這些方案 譬如龍舟資料館 這些都會 這一定的 但如果在這個初期的醞釀時期 你又拿出街的諮詢 我就覺得對市民不公道 嗯 等於說你要 你請人吃飯 你等於煮熟了些東西 放在桌子裡請人吃 嗯 不可能在廚房生的 或者半生熟的請市民吃 嗯 沒可能 那你叫 你給半生熟的牛肉 叫什麼 豬扒 或者魚 或者雞 半生熟的 你叫它試吃 你叫它給意見 怎樣給意見 那你叫它吃什麼菜 那你叫它吃什麼菜 那你叫它吃日本菜 那你叫它吃日本菜 就沒有它吃 所以你現在才能夠提出 你的構思先 當構思初形成了 因為我們 畢竟還要在議會裡 得到所有議會同時的同意通過 那麼民政處都做出一個議計 跟諮詢 他們政府部門可不可行 這些方案 出來之後 再給意見 我們拘現去做決定 嗯 那麼假如 好像現在大埔 有提出了八個 八個方案的 那八個方案之後 最後呢 就在我們 十幾位 十幾位 出席率有八成幾個議員那邊 去投票 那投票之後 就選了 西城 六個方案 那六個方案之後 就進入 第二個階段 再去了解 再解釋 那即是緩居上 在接下來這個月的十八號 過幾天都 那才會第二輪的討論 接著再篩出來的方案 都未必可 才再拿出去同市民諮詢 嗯 你一定會經過這樣的階段 你不可以慢慢地 拿八個方案一起出去諮詢 大家都不知道 你說什麼 還說什麼 我們電話87231 17231 歡迎各位聽眾加入討論的 電話旁邊有 黃小姐在這裡 早安 黃小姐 你好啊 黃小姐你好 剛剛聽到之前有嘉賓 我自己求是 對啦 好似你說 想起新加坡 我自己在那邊都住了這麼久 嗯 那她 她的地標 搬到她一些比較遠的地方 甚至搬到她去聖途沙島 她那個 那個石獅子 嗯 都會多人去 因為她周邊她多陪到 對不起 她周邊都多陪到 還有多了很多旅遊景點 對啦 但如果你說在香港呢 我自己想 就要 關乎到有些文章 還有每一層的食主人 都有關的呢 就可以想一下 Hocker Store 等同在新加坡裡面 一些多層 一些露天 一些熟食檔 嗯 嗯 她不但受惠到基層 有錢人 旅客都會去那邊去吃東西的 在新加坡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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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每一區都有自己 Hocker Store 嗯 有些地方呢 就是可能去的 肉桂茶最好 有些就是印度菜最好 有些是吃 吃煮炒 即是吃中國也好 嗯 每一個地方都會有的 嗯 其實很多都是指 指家或者私房的 嗯 但是新加坡的經驗呢 是那些 就是賣東西吃的老闆 自己聚集在一起 以成為一個 類似市集那樣的東西 還是 有政府主導 將它們帶去那裡的呢 政府主導 嗯 因為很多都是HTB法的嘛 但是其同一個都類似 就是 去新加坡是當時 那些小販 嗯 有規範化去 嗯 就做了類似的食飯街市 就叫他們上 就是規範去 那他們在一起去做 嗯 那你利用這個的 這個idea 是的 又可以給到紋箱 嗯 是的 然後呢 又給到一班人呢 又可以自己去 去經營自己 就是生意 甚至香港可以不斷 搞一些的比賽 你邀請一些呢 就是 煮得好 去經營這些 這些的store 嗯 不是說 anyhow 你有錢就可以租了 好像我自己 看到最近那個天守區 在天守圍的 人量沒有那麼多 那當然啦 你綜合節目可以加起來 是不是 有些東西是真的特色少少 而不是說我隨手買到的菜 我老實說 都買到的 菜啊 三啊 但是如果你說香港十八區 找不同的食物 又有些難度 會不會有 哈哈 但如果沒有和粉 的食物差不多幾個 所以就是說 就是找一些 自己自家 有些人是加州 有些人自家 或者是他自己 是比較獨特一些的 邀請他參加比賽 然後 就邀請他經營 甚至每一個store 都有自己特色的東西 那不但做得長 甚至有些人 你可以賺一年錢 第二個 可以再去 贏了的 又可以第二年去 去參加 又可以經營一年 其實可以受惠到 其實 人會多些 是的 又不用說 大家都說 在哪一區 在哪一區 被人壟斷 不用可以 現在就是 每一家戶子 有特色的東西 就可以去經營 這樣的生意 嗯 好啊 那是多層的 兩位區議員有什麼看法 對這個建議 那經營的 就要問經營的成本 你可以說 第一手政府去資助 然後下去的運作又怎樣呢 那當然沒有 你知道熟食那些 就不是說 今天去就馬上開檔 明天就馬上開檔 未必可以這樣做 就算你私房出去 都不可以這樣做 那 政府資助了你下去了 第一手 第一筆資金 第三筆 你怎樣去運作呢 那 萬一運作不成功又會怎樣呢 但這個是一個很 嗯 要想清楚的事情 加上你熟食呢 以我們香港的地方 那個特殊環境 你可能那些人就 我們在議會裏面都有提過 有些同事都提過 請熟食 那些量庭 嗯 類似新加坡啊 或者澳門啊 或者英國那些 但是好了 你要考慮到 那些噪音了 你露天一定會帶來噪音 那住在當地的人又會怎樣呢 就帶出很多不同的問題出來了 嗯 不過黃小姐 綜合的大樓 嗯 即是又有圖書館 是的 有體育館 又有街市 又有熟食中心 很奇怪 他現在大埔也有 很出名的 是很出名的 即是晚上是要等位的 是啊 在一旁到星期六的假期呢 是要等一個多小時之後才有的 嗯 這個就是指示一個問題 以往呢 市政局的年代 其實這些醫食住行的這些街市啊 熟食檔就是由市政局去管理的 嗯 市政局也是民選產生的 那但是 自從薩谷之後 所以當年薩谷是錯的 經常說下放 薩谷是錯的 是吧 市政的權利給區議會 那到今天都看不到啦 是 你給了一億區議會 但是區議會其實沒有權去管那些市政 那些熟食檔啊 和街市 那其實是不是這個 這個一億元 其實是不是更加重要是應該 整體去檢討區議會的 那個職能 不過何文傑提出呢 怎麼跟現在區議會提的方向 又很不同啊 你說的醫食住行那些 現在很多都是說 就是 就是兩點工程來的 剛才啊 就是重點工程 就是啦 你提到龍舟資料館啊 其他又說抹花牛棚啊 另外又說做些什麼 觀景台啊 那些 都不是那個方向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香港政府一年仔 就是這麼多錢啊 有這麼多的部門 這麼多的精英公務員去運作 那麼 如果是有部門負責 應該交回部門去做 嗯 你說馬頭 其實你說有海事處 有土木工程拓展處 嗯 其實應該有相關部門 在預算底下去運作的嘛 嗯 你說大型的 比如行運天橋啊 甚至乎其他那些 就是大型的工程 其實本來就已經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問 為什麼那個部門會 會這麼凌亂的呢 就是有需要 而你不去做呢 那 那 反過來 區議會是真的走在市民最親近 最前線 你真的下樓 你就是見到市民 就是跟你說 這個街市 喂可不可以擴充它啊 嗯 這個上個差幾米 啊 我推著鄰居 很麻煩喔 開不了車喔 這些其實都可以由政府做的喔 是 如果是政府部門去負責的 當然是政府部門去做啦 那但是有很多就是 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問題 嗯 正確是 那令到很多一些民生的問題 就處理不到 或者部門沒有一個 呃 前瞻性 或者沒有先例 那他就不做了 其實我坐議會這麼多年呢 我都知道了 政府有一個 很大的 病痛 嗯 就是那些部門太多 嗯 加上呢 就太多家床特屋 嗯 那每一件事呢 去到政府那裏呢 好像我們大埔當年都 爭取了成六年 在八年呢 起一個泳池 在33區那裏 那在09年的9月就要動工了 六月份 等一下就說 那裏那個那個 又不能夠起到 那個評估出了問題 嗯 是可以三個月後動工 三個月前就這樣說的 嗯 那跟著呢 我們大埔爭取一個民意祝大會堂 也都二十年了 包括現在那個人造海灘事 都是二十幾年了 都可以 都未能動的 那所以 我們先 我們先 想呢 政府現在正在扔穿這個方案呢 就由地區去決定 是否想 有一個叫做 OK 不用這個政府部門太複雜了 今天那個行政太慢了 要經過一關一關一關這樣去呢 嗯 所以大家提出一個一億 讓你們快點去做決定 那也有一個考驗 但是可能會帶出兩個問題 就是大家那個自然的爭奪 或者市民又提出他們 很多很多的方案了 那真的對我們區議員 有一個很大的考驗 因為你 地標事件 就是有網上討論的 有些主流傳媒都要跟進 跟著 然後大家 已經幾十個意見 過百個意見 史無前例地 那麼多人知道原來區議會 有存在在做事 但是原來是劣平的 那麼 但是現在你一億 其實整個計劃是二十億 那個監察和透明度都很重要 嗯 譬如新宿處員公署 2007年已經說過 區議會應該南入去 新宿處員公署那個監管範圍 嗯 但是我認識政府就說 區議會是諮商組織 那就不會需要監察的 嗯 但是這次用了二十億下去 給區議會直接做行政工作 嗯 是不是現在是時候去檢討 增加區議會的監察 被新宿處議員和審計署的監管 嗯 我們電話187231 187231 各位聽眾想加入討論 談談 究竟區議會的一億 你有什麼想法呢 帶來跟我們談談 電話旁邊 有位聽眾在等著 是的 陳小姐 早安 陳小姐 早安 是 早安 你好 是的 我剛才很同意 有兩位講講 一個講得很對 就是那個監管問題 我都很不明白 現在這個政府好像沒有規模舉 我想問一下 現在那個什麼 那些一百億啊 一億那些 雖然不知道是經過立法局啊 或者行政會通過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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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政府說 我可以給這個這麼多 我可以給我這麼多 我可以撤留這個 我可以撤留這個 是可以好像撤把子來做這麼多事呢 嗯 另外一個公司就說 其實一些不在那時候做不來的 我給一個地址 我想想 有幾多人去香港這邊的那些 那些什麼國物館啊 那些公司國物館 或者是店員國物館 有幾多人真的會去看 特別的遊客 有幾多人會去看呢 嗯 如果你說十八區 每一個區有一個地標 那些遊客 每一天都沉沉住 那十八區看地標 我覺得是 是 是幾多荒謬的事情 那我們都覺得 如果這個時候 可以撤到 一人一票或者 各個區議會 那些區裡自己做那麼多人一票 去選 去說幾多百二票呢 你看網上 我在其中 我想我不是很全面的 嗯 那你不如看好 然後就少 取0一票 打開 就是給人有機會 就是給些方案出來 然後就再投票 嗯 是啊 再投票一下 哪一個人比較紅 因為我覺得 這個地標我真的沒有拍 怎樣才不是 買了一個地標 我也覺得很浪費 因為我覺得 那個attraction 不是大 你中間要做了諮詢 討論 設計 各方面你的費用都不知怎用 沒有人監控 那情況之下會怎樣呢 你覺得是很害怕 我會覺得 為什麼 好像香港這邊有個什麼 海賓長浪那些 其實政府是要大力去做 那是真是一個很大的attraction 好像尖沙隊的海賓長浪那樣 很多油牌真的會覺得很漂亮 你也可以在那邊去考慮一下 其實這幾十年是不是可以呢 這十八區議員是動在一起 自己去想想做一些大的事情 不是說每一區做細微細眼那些事情 我真的很害怕 明白你的憂慮 不如我們給點時間 兩位區議員回應一下 其實政府那個已經有了指導 指引就說 每項工程最低是三千 最高到七千的 三千萬到七千萬 換句話說那一億呢 只能夠可以做到兩樣東西 就是要防止 你做了細微細眼的事情 正如剛才這位女士所說的 你細微細眼的事情 過往那一千五百萬 給我們地區議會的運用 就是做了一些備議庭 或者那些斜坡 樓梯級 輔助那些 有需要使用輪椅的人 那些 就用在那方面的 那現在這個一億呢 就說明了是重點項目 就是已經有了一個指引 所以就不會有那個細微細眼的問題 另外一個補充就是 之前楊立門都說過 就是說 現在這些區議會提出的一些想法 最終都要去立法會那裏申請撥款 是的 要的 那那時候立法會議員 都是有一個監察的作用 是的 但是這個最後把關 都是未必最有效的 就是好像聽眾剛才說 那個二十億是一個大數目 也是需要一個透明度來監察的 那現在很坦白地說 十八區議會 其實都是建制派為主導 建議區議會的主席 一般都是民建聯 或者是建制派的議員去當任 如果建制派的政黨去禁制 是 加在一起十八區 屬於哪一個項目 其實一按制就一定全部通過 那你其他的議員呢 你想參與都很困難 那 你自己有沒有面對這個感覺呢 你在區議會裡面提出你的聲音 沒有 整個過程 講這幾個禮拜 那麼短時間就說 已經有個主流方案出來 已經很奇怪了 嗯 就是平時我說收一下路 你都要談很久 那但是突然之間 你二十億的工程 很快就 你團會有個十八區的主流方案出來 那各區議員我聽回 大家都很詫異 嗯 那主流方案其實是不是個別政黨 甚至是個別人士自己心目中的主流方案 而不是市民大眾主流方案呢 嗯 剛才聽眾提說 我可以公投啊 就是現在鍾廷說 在搞一個機制嘛 是 喂 就找一些區來試一下 全港做難嘛 是嗎 西貢區 那三十多萬人 不是香港哪些居民是那個區來投票 那要考一下鍾教授 要去尋次上來講一下 哈哈 但是我看到居民都很著重 就是很想他們的聲音呢 是真的能夠 反映到這些 的方案裡面 而且就是這個過程呢 好像幾個聽眾一樣 已經是不同 有人說要做軟件 有人做體育 有人做醫食住行 其實這個過程就是 就是一個民意的吸納 嗯 就是很好的討論來的 那為什麼不可以藉這個機會 就去將市民意見反映出來 區議會做到的就做 做不到是要交給部門的 就是反映下去了 嗯 但是現在就 如果說按急就張 要博取做呢 那就會令到 那個工程其實只會 只是得 好像是 就是特首 林鄭先生最後來展賽 有十八票有兩點 那就完結了這件事 但是對真正改革區議會 是沒有幫助 嗯 我想問問兩位 現在談開這個話題 也有些聽眾還在等著 想跟兩位聊天 如果留到九點半 跟你繼續聊天 好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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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快就聽九點鐘新聞 我們電話一八七二三 一八七二三 那有些聽眾朋友還在等著 想跟我們一起聊 另外還有一些議題聊一下 例如之前有個 葉國謙有提過一點 就說 不如這樣吧 立法會議員都是海外視察 有個費 有錢給他們 區議員如何提升他的質素呢 我想跟兩位都聊一下 那我們休息一會 聽著新聞先 回來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千禧年代 葉冠林 在香港電台第一台千禧年代的直播室裡 除了葉冠林之外 還有兩位嘉賓 有大埔區的區議員 羅信泉 還有西貢區的區議員 何文燕 我們聊了一個話題 十八區 各個區有一億做重點項目 這件事 很多市民都相當關注 打來跟我們聊一八七二三 一八七二三 之前在深井曾經出現一個地標 燒鵝 不是燒鵝 活鵝 活鵝 活鵝的地標 當時我們提出這個活鵝的區議員 提到市民質疑 究竟是否需要這樣的地標 跟著就說地標一般 但議員的提法就是 因為他做得不像那隻 烏鵝的造型 做回正宗烏鵝 加回一個計給他 然後把頸長一點 就可以了 有些失疑就是 究竟區議員 明明市民在關注什麼 重點不是在於 他是不是像一隻 真的正宗烏鵝 而是關鍵在於 這種地標 是不是市民想要的 也引申了一些 就是區議員的水平問題 有些人覺得 區議員是想做實事 但他們的方向未必掌握得好 兩位你們覺得 區議員的水平 雖然都是區議員 我問你們這個問題比較尷尬 但我出問 你們覺得其實區議會的議會水平如何呢 我靜光車 剛才我講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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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會的運作 最重要 除了議員的質素 就是一個獨立的秘書處 就是議員不可能適合所有事情 就是有一個事實來的 英國國會 他討論一個公園 撥款在說千多萬英鎊 價了三天三夜 但是討論一億幾的核潛艇的撥款 就三十分鐘就搞定 英國國會議員都不懂核潛艇的運作 值不值這個錢 議員雖然是民選產生 現在雖然還有委任 還有當然議員 但希望最快沒有 就算 今天的議會 區議會裏面 有不同來自 不同背景的議員 有大家不同的工作 所以做到出來的議會的運作 最重要的關鍵 就不是議員的質素 能力 固然是市民要去選 更加重要的是 有沒有一個獨立的行政的秘書處去做研究 例如你看看立法會 它有獨立於政府的秘書處 嗯 那立法會的委員會有什麼意見 想做 研究一下這個 額外印花稅 是不是 就是 太難了 那它都可以直接找這個秘書處去研究 支援 支援 不需要等政府部門去支援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議員 雖然有些議員已經是全職去做 我主要的工作都是做區議員的工作時間 但是 不是所有議員都做到這個全身投入 他有自己的工作 事業 生意 那所以 關鍵就是政府應該要檢討區議會的職能的時候 應該是獨立秘書處 是首要的工作 嗯 我也很同意 賀文傑的意見 其實我們區議員就不是萬元的 那當然 我們每個人的知識所要批評 或者個人的收養都不同的 那我覺得是需要去提升他們 那怎樣去提升呢 這個就是市民自己的決定 因為你手中投票嘛 我們說了整天 一人一票 那將來 就算現在我們放眼看我們的立法會 有哪些日 也都叫做符合立法會議員的水準呢 嗯 在立法會裡面坐著70個 大家都可以點了一半日出來 我自己就點了40個出來 都不合我的要求的 嗯 正如人家有一點點 我 我不合他的要求的 但是 這個就是我正正 我們說市民走在手中的選票 嗯 他投票時我選中 他自己認為他代表去的民意代表 嗯 那麼再另一方面呢 我們區議會裡每次就每個項目呢 區議會的文件呢 都好像才落到給我們手中的 那麼大部分都我們收到 說有什麼議題去提 或者有什麼新的議題呢 都是靠自己去找資料 嗯 自己找資料在哪裏 在報紙上面呢 或者其他地方的議會的文件呢 就是跟立法會不同喔 立法會那塊運作基金的多一點 那個營運資金 我們那個營運津貼呢 是那二萬三千左右 你知道吧 例如我辦住這樣的租金 都九千八了 兩個職員 一萬七 都已經超得了 那還未計算水電 那他們怎樣呢 那我自己就全職二十四小時 即每一十二個小時坐在那裏 九點坐在那裏 晚上八點 嗯 所以我們需要提升這件事 嗯 我們先聽聽朋友的電話 因為有位劉先生等了很久 想聽到劉先生 喂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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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兩位區議員 早晨 早晨 我是大埔居民 是 是 是 那麽呢 就大埔 沒有個暖水泳池 嗯 那我很希望呢 能夠 有個暖水泳池 嗯 那同時呢 就又沒有大會堂 嗯 那 講錯講過很久 但是呢 始終都是指紋樓梯響 不見人下來 那又說沒有地 又說沒有資源 啊 但是呢 就是 嗯 很諷刺的就是 有個叫狗公園 嗯 嗯 那那個地呢 就空了出來 做狗公園的 那那個浪費自然 浪費得很厲害 有誰拿狗去那裏 那裏 那裏有嗎 那裏有嗎 啊啊啊啊啊 在那裏 呃 有呢 就是你觀察就沒什麽人用 沒有什麽 是啊 那裏有很浪費的 那個狗公園 那裏有很清楚 那個 當年我記得有人提出 有同時提出狗公園呢 我都反對 因為我說狗的特徵 狗的性格 是自私的 你看那些狗呢 它大便了之後呢 它不會 爬一些泥 蓋上去便利 嗯 而貓會 加上狗呢 它如果習慣在那裏便利 之後呢 它就 其他狗隻 不會去那裏便利 的 所以那個狗公園呢 是經常都是 沒有什麽人 加上那周邊的屋苑呢 是不准養狗的 是一個公屋 和一個居屋 嗯 接著它來到我的區 要走 我想多 要十分鐘才去到那個公園 嗯 那誰帶狗去呢 有些媽媽怕帶小朋友去 是啊 還怕被狗帶牛 嗯 那些狗有時未開胃 有靈性也要開胃 沒有性的 嗯 那它會和你爭爭的 所以當時我也反對 那至於這位先生呢 講了那個 暖水泳池 大會堂 暖水泳池呢 我們爭水泳池呢 爭水泳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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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家就說,有第一區可以建個滅水泳池 到現在還是十塊,最多只有兩撇 繞弱了二十年的事情 那用一億搞會不會快些落實到這兩件事? 但現在那裡已經是規劃了做那件事 你等一下再去勾出來說,又要再多十年、二十年了 政府已經想著做了 所以在議會裏面說,我們爭取任何事情是否要悲公屈室 有時候可以站硬一點,不一定要悲公屈室 有時候有些事情 好,我們聽到一位聽眾朋友,李小姐 李小姐,早晨 早晨,新年快樂 我也是住大埔的,我住在林村的 我住了十幾年 其實每個新年,去那個去縣樹那裡都會塞車 我們都習慣了 即是,頭頭新年那幾天,我們就早出晚歸 一定是要這樣的 躲一躲就要 躲一躲就沒有辦法 早幾年,自動的許願士有問題之後就靜了 就OK了 即是可以不用太淡了,早出晚歸了 而且整個正月後,整個正月到星期六日 很多旅遊車 都不要緊 我們住的都會接受這件事 但今年它宣傳得很重要 很多車來 我在泰和回來 走幾分鐘 七分鐘的車程 可以去到一個多小時 我一定要去大埔去買菜 我們這裡不方便 買東西 出去大埔去回來 就淡了 真的 真是失去到你 所謂的廁所都不行 這樣 怎麼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個一等一的景點 反而對居民來說 又是… 有兩點 對他們的事 怎麼看呢? 我想這個交通的配套 在你那個項目要落成之前 你一定做好那個交通的配套先 但是那個臨村那個 它本身以前是一個鄉村地方 漸漸發展就有許願時 加上那些電視劇拍得多了 東南亞一帶 尤其是過年 大家到那裡還神啊 祈福啊這樣 近這三年到 一兩年左右 才有許願節 去年就把那些花車 放在那裡 當給陳列在那裡 給那些市民去參觀 那初三好一點 好像昨天 就塞車燒得相當於嚴重的 所以我都選擇好去 但是對居民的問題難解決啊 這個 我想 據我知道 當區的區議員 都有提出意見的 政府還在研究著 研究著 好 我們聽到聽眾朋友 曾女士 曾女士早上 各位 早上 謝謝 我覺得每個區議會 都好像有自己的定案 去運用過一億元 去做了些什麼的建設 究竟他們的定案 是不是代表每個居民的議員呢 他們如何去證明呢 他們自己是代表大部分自己居民的意見呢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去收集和篩選 每個呢 就是每個建議 必須每一區的居民 就是要跟他們交代 嗯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 首先呢 他們每個區議會呢 有什麼建議 運用過一億元呢 首先要想辦法去收集自己 區居民的意見 那可能呢 是 不會被人感覺到 是有利益輸送的 那是什麼形式可以做呢 你覺得呢 我覺得是應該透過每區的區議會 或者是 這個民政事務處 可能做一些郵簡 或者電郵 或者公開的通訊的方法 嗯 收集他們每個居民的意見 但是不可以大急速 因為剛才有區議員都說過了 政府呢 周橋起路呢 都需要經過一些 擁場的時間去諮詢 所以給一些時間 大家去 講自己的意見 收集了意見之後呢 就要經過一些公開讓市民知道了之後 收集了一個範圍之後 然後呢 然後呢 經過討論 然後才調整一個一致的方向呢 一個共識 然後才呢 開展了那個計劃 就不會讓人呢 覺得呢 好像每個區議會 自己呢 好像用些錢去玩 買一些玩具來玩的嘛 麻煩你們 謝謝 好 我都 我都同意這位 聽眾的意見 那 例如我自己提出那個方案呢 雖然現在都是一個初步提出的概念 嗯 那在議會裡面呢 雖然我們經過第一輪的投票 有十一票通過 但都是提第三的 那在我之前還有兩個方案 都是十三票和十三票的 這樣 那變成我自己都會 在議會裡面都講了 如果 因為我這個方案都是第一輪而已 過了而已 但第二輪第三輪呢 都未知 假如如果在議會裡面得到 過了 過了 那我都會在地區盡量諮詢的 嗯 是否要怎樣看呢 就是 首先葉冠林問我們 就是區議員的質素問題 就是 我做了十年區議員 我覺得 普遍的現象 有聽眾說我們 是不是拿一億來 買會具玩 那 就是 不知是煲熱點貶易 就是最好的玩具 是所有市民都用到 嗯 那但是 我普遍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區議會有一個 叫佛木工政治的現象 為什麼呢 佛木工是怎樣運作的呢 就是每個佛木工人 就在森林那裏 就自己畫一個地盤 嗯 然後就斬樹 那但是至於一個工人 自己斬樹有時候都遇到問題 遇到困難 那隔離區那些 佛木工呢 就會互相幫忙的 那形成呢 我在我區佛木 就我自己罰一下我修成 但是如果 我有問題呢 隔離區又會幫忙的 嗯 就形成一種佛木工之間的默契 互相呢 你的區有事我就幫你 我的區有事你要幫我 那 現在區議會運作就是這樣 我們一萬七千人口 就是一個選區 嗯 那所以剛才我們提了一些地標啊 可能是 陸座於某一個小選區裏面 那出現現象 區議會討論一些事情的時候呢 如果屬於你 隔離區議員的問題 那個選區的問題 可能其他選區呢 可能 擦角到有 有些 有些焦味 擦角到有些問題 都不出聲的 可能會 啊 他提出的喔 或者他 他當區議員 他說OK 那就OK 嗯 那又沒有一個認真的討論 甚至 這些問題經常都會有發生 對 那導致 他要做出來的決定 大家就 如果不好聽 就有時候可能會被人覺得 威威威 或者買玩具 那樣 決定這樣 那 但是背後的運作 就是因為我們選出來的選區 太小了 嗯 你萬七人的人口呢 在外國 在歐洲是一個省的人口 當然萬七人 但是在香港呢 就是說的是 十多棟樓已經是 幾棟都有 幾棟都有 幾棟都不上一個議員 是啊 那是不是這個 六棟七棟都上一個選區 就是要打過這種 法目公正治 提升那個 就是區議員的思維 的質素 的視野 其實是由那個 選舉制度開始要做 嗯 就是幾年前 檢討區議會職能 已經講過了 就是是不是可以 擴大那個 人口基礎呢 嗯 那現在你說有超級區議員 嗯 由區議員在一個渠道 第二去晉升立法會 那你仍是平留在 萬七人這個選區 的時候 其實 就是那個 政治現象 其實不會有大的改變 嗯 區議員剛才提到 萬七人一個 就算有區議員出來 所以那個視野 可能相對地去小一點 葉國謙又提到一個 說法 就是怎麼能夠 令到區議員的視野 廣一點呢 那麼立法會議員 就每年有些錢 就去外國去到 考察呀 去到時察 學一下外國經驗的 他就提議 不如這樣 區議員都有上限 每年一萬元的 海外的考察費 兩位怎麼看呢 是否真的能夠 拓展到大家的國際視野呢 我覺得 未必可以做到這件事 嗯 不是說你考察得多 你就進步 不一定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嗯 嗯 那些時候 你都會觀察這件事 未必需要政府去黑議去做 就算黑議做完 我又看不到很大成效的 根本的轉變 嗯 我們聽聽眾朋友的電話 先有黎女士等 黎女士 早安 早安 你好 我想問一一一工程 是否一定要項目建設的呢 嗯 他有工程和非工程項目都可以 好了 或者說CY有一個得席 他沒有延續過 就是一個免費牙醫檢查 嗯 他沒有做廣東的時候 去提倡過的 嗯 我想問這一一英元 可不可以在區內 來做一個 牙醫免費 檢查治療呢 因為 因為 有些區有提快的 對呀 因為去保延續嘛 嗯 因為已經是鐵紋身 還有餘防性癒治療 現在那些人這麼燥 中國人呢 沒有牙痛 死去那天都不去醫 因為第一季了 嗯 現在我們促進 我們香港著名的醫療 嗯 提供就業 和一些什麼 就是和一些市民來免費牙醫治療 這樣推行這個運動 因為牙呢其實是暗淚藏機的嘛 嗯 你們那些人現在這麼燥 可能你們就火起呀 是吧 另外一件事 你們經常說大埔啦 元朗呀 我們呢 有很多地產商呀 荒廢了那些奸地呢 他們有時候都被自己的職員去開發的 那這些人呢 可不可以把那些和那些地產商 來到 環了一些荒廢在那裡曬太陽 嗯 推行那些監眾呀 親子活動 跟著他一個 好像外國的那些 漁龍戰呀 南關戰 這就是一個旅遊節目來的 嗯 看看哪個選 種些瓜呀 種些什麼呀 大就有獎呀 又親子活動 叫那些中緣家庭呀 去這裡學習一下監眾 知道呀 知道粒粒艱辛苦呀 不是那麼容易賺食的 嗯 推行這個 魚龍 農產品比賽 明白 還有 林鄭月娥說 給你 給你一億的區議員批錢 叫林鄭舉行一個 誰 用得這個一億 是有得著的 有家長 再搞多個比賽 好 多謝黎小姐 我見到市民呢 一聽到一些 這件事之後呢 有很多的想法 剩下最後一分鐘時間 兩位用二十秒 如果未來有些街坊 提一些的想法給你們 你會怎樣處理呢 我會跟他交代了 分析去提出那件事 可行而不可行 嗯 接著我會跟他講 我自己的建議 哪些可行 哪些不可行 或者有什麼可以修改 我就歡迎全港市民呢 除了打來給葉冠林之外 打電話給你當區區議員 打給你當區的區議會主席 打給你當區的民政專員 告訴你你的意見 要求他做諮詢才好搏取 如果不是呢 趕緊急就張呢 隨時 那些建制派按鈕呢 你就什麼意見都沒得說的了 嗯 好 今天多謝兩位區議員 上來跟我們談了一個半小時 分別有大埔區的區議員 羅順泉和西貢區的區議員 何文傑 多謝兩位出席 我們今天節目 休息一會再回來 繼續有千千年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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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